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 桃园市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第一探绿色城市 不仅让桃园市的电动机车数突破7万辆 同时市政府也跟着电动机车业者合作 推出共享电动机车 不过市议员牛许婷认为 桃园市政府应该先完善大众运输 才能让共享电动机车发挥最大的效应 您有在桃园市骑乘过电动机车吗 各式各样的电动机车在桃园市的马路上穿梭 因为桃园市政府大方补助电动机车 不仅冲高电动机车施展率 同时还设置电动机车重点站与停车阁 借此打造电动机车友善环境 目前桃园已经有超过7万多辆的电动机车 充电站也超过1,200多个 停车格也超过3,000个 整个电动机车的友善环境在桃园已经形成 事实上以GoShare或iRent来讲都很方便 GoShare也是在桃园率先实施做示范区 我们欢迎各县市分享推动绿色运输的经验 桃园在电动机车的部分我们确实走在前面 我们制定的各种补助方案也的确是各县市参考的标的 桃园市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绿色城市 不仅让桃园市的电动机车数突破7万辆 同时市府也跟电动机车业者合作 推出共享电动机车 不过市议员牛许廷认为 桃园市政府应该先完善大众运输 才能让共享电动机车发挥最大效益 因为我认为进步的城市应该是以大众运输为主 也就是说你要想把单位 就是你占用空间跟运输的总量 其实汽车是不效率的 也就是说我特别是一个人开车的时候 你一个人占掉这么多的交通空间 但是你并没有办法充分搭乘运输 他们在这种交通界在讨论的时候 最有效率的是公共汽车 就是你一个单位里面 你是四五十个人 可以用相对小的空间去达成通行的效果 那在大部分的时候我使用大众运输 但是在极少数特例的时候 我透过这种共享载具 比如说Irant U-Bike 然后这个Golshare这样的方式来处理的时候 我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它是一个互补的概念 我去补大众运输 遗漏下来的那些细节的部分 这是可以的 目前桃园市内的共享电动机车数量众多 而桃园市议员有许庭建议桃园市政府 应该先妥善规划桃园市内的大众运输 并透过共享电动机车来补足大众运输工具 无法服务的区域 借此才能让桃园朝绿色城市迈进 继续网组军团报道 而近年来桃园与新北接壤的领口台地 快速移入大量的人口 衍生而来的车潮拥塞问题 让民众怨声载道 桃园市议员牛许庭认为 市府应该要推动大众运输 来根治交通问题 调降机场捷运票价 让捷运发挥连通桃园和双比之间的功能 去年年底 交通部、新北、桃园 共同拍板通过的领口交流道 扎道侦涉案 企图解决桃园龟山和新北领口的塞车梦演 并预计在今年底动工 桃园市议员牛许庭 肯定该建设的重要 但他也提醒市府 应积极推动当地的大众交通运输 才能真正舒缓交通压力 而第一步就先从调降机场捷运票价开始 终究这样子的工程手段只能治标不能自本 因为以这样子的人口移入的数量跟汽车的数量来说 就算有了这个新建的杂道 未来在人口再继续移入之后 还是会有赛车的压力 所以正本清源之道应该是大力的推动大众运输 领口台地的好处是 现在这边有所谓的机场捷运有通过 然后有三个站A7 A8跟A9 但是以票价的部分并不是那么清明 那在过去在谈领口交流道赛车问题的时候 大家有多方讨论 那包含新北市 还有陶渊我们这边的民意代表 都很积极的希望 机节的价格能够再调降 机场捷运连接了台北、新北与陶渊 然而从台北车站到长庚音乐的 集结票价要70元 比起同距离 从台北车站到淡水的台北捡运票价 贵了20元 牛许廷希望陶渊能早日与中央启动协商 让集结票价合理化 希望这个两地的立委 还有陶渊市府、西北市府跟中央 就像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 林口交流道的工程手段一样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跟交通部来协商 另外牛许廷也建议 机场捷运可以提供更密集的班次 强化捷运的通勤功能 因应大幅萎缩的机场旅客运量问题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机场捷运可以 特别在疫情的期间 因为这个机场的旅客等于是归零的状态 那其实我们反而鼓励 捷运公司以改变营运车位 努力的方式来因应这样的特殊情况 也就是说我加强机场捷运的通勤功能 也就是说在车班的调度上 让班次密集 那这个移动的区间来缩短 在班次密集 而且票价合理的情况之下 这样子捷运的大众运输的威力 它才会发挥出来 牛许廷期盼 透过调降机捷票价 减换近年领口台地 庞大人口快速移入 所造成的邀同拥塞问题 并让捷运发挥大众运输功能 满足桃园归山往来双倍的需求 记者刘雨婷 桃园报道 你有听过潘树师吗 在台湾必须要经过专业的考试 才能取得症状 平常化身为树木的医生 为树木减去干枯的枝条 虽然是属于高风险的工作 但是潘树师表示 很享受每一次出任务时 所遇到的挑战哦 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职业 但您有听过潘树师吗 这可不是像小时候的爬树游戏 而是必须经过专业的考试 才能取得症状 因此在台湾可是相当少人 有这样的资格 而他们平常化身为树木的医生 为树木减去干枯的枝条 其实我们都了解 潘树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既是可以清净树木 对 然后也可以去 做到一些人家没办法做的事情 例如如何妥善地去 为这棵树木做照护 例如说修剪 或者是等等的一些工作 它所代表的是 一个树木工作人员 对于它在潘树上面的技术 有一定程度的能力 以及可以对一些器械使用 安全规范能够有一定的了解 它可以称为认真盘树式 那一般来讲的话 会取得这张证照的人员的话 大概都从事工作 不外乎就是主要就是树木的修剪 然后以及树木 与树木相关的一些工作 例如说可能这棵树木 它健康上面有问题 可是我们只能由地面上面去看看它 一些树木的状况 可是它可能它的一些问题 是在树木比较高的地方 例如它可能是比较上方的枝条 可能会接受到一些病虫害 或者是树木 例如它需要去做一些修剪等等 像这种工作 是地面上 我们无法从地面上面直接完成的 您一定猜不到 杜鱼昌当时想成为攀树师 是为了好玩 但随着后来攀树的经验 越来越多以后 渐渐感受到每棵树带来的 都是不同的心灵感受 由于是属于高风险的工作 他也表示很享受 每次出任务时所遇到的挑战 慢慢开始慢慢爬 慢慢练习 其实就从中间得到了一些兴趣 其实一开始只是单纯的 就是攀树很新的东西 好像还蛮好玩的 今天会利用到攀树修剪的话 大部分都是一些 比较难以处理的案子 例如可能吊车无法到达 或者是在一些特殊的地形上面 或者这棵树 它具有比较特别的意义 我们发现 当我们整个健康做完之后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最不健康的树 竟然是我们大家 最热门 大家最常去看的那几棵树 对 因为我们有归咎一个原因 可能是因为 当这些树木 人们越常去 打扰它 因为我们讲拜访 也好 打扰好了 我们越常去打扰它 拜访它的时候 其实对这些原来的 就在这里的这些树木来讲 都是一种惊扰 所以的话它的树式 可能就会因为这样 你看我们在周边走动踩踏 就是一种把泥土踩实的概念 那你在那边走动 那这样就有 蹦蹦蹦蹦 那种震动 给这些树木 那对它来讲 都是一种 你可能看不到 但是它其实在做 也是在对它做一些影响及伤害 对 这是 其实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我们已经尽量去避免去惊扰它了 但是其实我们的干扰 还是都是存在的 穿着装备 拉着绳索往上爬 潘树师们因为爬的高 所以看得远 对他们而言 每天攀爬练习 都是为了更了解 每棵树木的特性 也就是因为潘树师的存在 让民众对于爬树 又有不同的信任式 记者尤家瑜桃园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卢竹区六福一路旁的银盘坑溪 由于水质清澈 因此从早到晚 都有民众前来洗衣服 而这里是拥有百年历史的 银盘晚衣厂 民众来这里洗衣服 不仅省水省电 同时洗完的衣服 还会充满浓浓的冷清味 外表看似频繁的大型排水箱 里头却是婆婆妈妈们 洗衣谈心的好地方 卢竹区六福一路旁的银盘坑溪 由于水质清澈 因此从早到晚 都有民众前来洗衣 甚至有人一洗就是五十年 我已经洗五十几年了 五十多年了 这里晚上也有人来洗 早上也有 我们洋里长给我们 做这个很好 大家都来这里洗衣服 我们小时候住在山上 就有在洗这个 很多啊 婆婆妈妈都身体很好啊 都是老人在洗啊 省水又省电啊 衣服比较干净 才不会在洗衣机都有毛气 那个脏脏的都会在衣服啊 对不对 一百多年了哦 这些早中晚都没办法来这边洗衣服啊 第一 就没有 银盘坑溪旁的晚衣场虽然场地不大 但却有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 而银盘里里长为了传承当地文化 并改善环境 因此还特别设置了水闸门及电灯 希望要将晚衣场文化延续下去 啊这个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的晚衣场 啊说晚衣场是现代的话 以代叫做 银盘洗衣 啊我们这个银盘洗衣 这已经已经 几百年就住了 做得那么辛苦 就要做这个核体验 来冻水 啊我们这个冻水有水闸门 啊水闸门有分做两个 啊看它水量会大多 要做几个也是做两个 啊就是说这个桂亭 啊我们来说现在 我们这里的水闸 因为一早没到点费 目前银盘晚衣场 在里长及社区发展协会的 经营之下 每天都会有民众穿着雨鞋 并带着晚衣锤来到这里洗衣服 而对于民众来说 来晚衣场洗衣服不仅可以省睡 同时洗完的衣服 更是充满浓浓的人情味 记者王中军桃园报道 早期因为桃园南侃西污染严重 因此当地的居民 特别组成水巡队 要将南侃西的污染降到最低 同时也要打造充满 白露丝的环境教育失地 早期由于桃园市南侃地区的工厂林立 因此工厂经常会将废水排放到南侃西 导致溪内生态不只被破坏 同时二抽味更是让 住宅附近的居民难以忍受 有鉴于此 当地居民特别组成水巡队 不只将溪内整顿干净 更是把南侃西打造成环境教育失地 新手队的劝导寻检 还有我们的维护 现在已经有很多 每天都有上过超过上百个人 在南侃人工失地 现在也是我们环境教育的教育园区 是空瓶教育园区 也是我们南侃人工失地 水质减化的教育园区 所以说这很多的企业 很多的公司航号都有来这边 南侃西由于水质污染降低 因此也让许多白露丝 都回到南侃西来栖息 而景欣里里长为了推动低碳林里 并结合当地生态 要透过回收后的塑胶罐 来打造属于南侃西的白露丝家园 期望能够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 心里我们在推动低碳林里部分 其实有很多的规划 其中还有一项就是我们白露丝家园 有一次在散布其中的时候 我有看到南侃西有很多白露丝 所以引发我们有这个构想 那这些白露丝就是由我们的一些林长制工 然后用废弃物去做 做了一些那个艺术造景的白露丝 近年来由于环保意识抬头 有许多社区都在积极推动低碳林里 而南侃地区因为早期污染严重 也让当地居民体会到生态环境的重要 因此水巡队除了固定巡查水面以外 更会结合当地里民举办静西及美化活动 要让当地的环境更干净更美好 记者王仲军桃园报导 我是桃园师演林郑贤 让桃园更好 打造桃园成为一个族情友善的城市 付税金等的城市 健康安心的城市 成为美好的桃花园 是政选努力的目标 我们一起努力 让桃园更好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园越来越好 好 好 高 sold 那 好 好 arch